于是荒谬的一幕出现了 中国政府手中的美元 多达3.1万亿 还握有8600亿的美国债券 全球各国都想找中国借美元 美国政府现在手中的美元 因美债上限还不能提高 只有不到3000亿 不到中国政府的1% 还有31万亿的国债 已经到了破产的边缘 别说收买狗腿子 马上连军费都付不起了 其实我是想给美国一个建议 别找中国买美债了 找中国借100亿人民币 给美军发工资吧 中国肯定借 看到这一幕 美国幕后真正的老板坐不住了 中国不接美国的电话 拜登都要哭了 在5月11日举行的 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 有记者提问说 美国总统拜登称 正在开展工作寻求 与中国领导人进行通话 外交部能否证实这一消息 另一方面 美方正在积极推动 与中方多部门官员 进行通话或会面 中方如何看待美方试图 与中国进行接触的行为 其实啊 不管是布林肯还是耶伦 光拜登想给中国打电话 从去年年底到现在 都已经三次了 外交部的发言是 美方不能一方面讲沟通 一方面却不断对中国打压遏制 不能说一套做一套 这已经是中国无数次拒绝与美国通电话了 因为拜登与我们通了几次电话 每次打电话的时候 都赌咒发誓说 要尊重一个中国原则 结果说的都是屁话 电话一挂 该干嘛干嘛 我们一看 你这完全是浪费时间 电话不接了 美国就开始撒泼打滚 天天说求沟通 求电话 直到今天下午 美国把嘴皮磨破 好歹见了一面 他们天天求沟通 究竟要干嘛呢 看看最近的数据就知道了 2023年的前四个月 我国外贸进出口总值 一路飙升超过13万亿元 同比增长5.8% 其中出口7.6万亿元 同比增长10.6% 而且出口增长的速度是越来越快 几乎每个月都是加速度 而更加耀眼的数据是 出口顺差6184亿元 对比去年同期增长了96% 我们都知道 2022年 中国占据了全球顺差的三分之一 那么 这个趋势下去 2023年中国极有可能占据 全球顺差的五分之二 我们先对前四个月的出口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首先 机电类产品的出口 占了出口总值的57% 三亿条牛仔裤换一架飞机的故事 早已经成为了遥远的过去 其次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汽车第一出口大国 彻底干败了日本 且新能源汽车的出口 占据了全球市场的57% 在此 在美国的围堵与封锁之下 中国芯片不断突破 前四个月芯片出口超过了700亿美元 接下来 我们要说的是 为什么中国的贸易顺差 嗖嗖的上涨 一方面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制裁越来越严厉 逼迫中国在技术上不断突破 尤其是这四年 几乎是突飞猛进 而另外一方面 中国赚到了国际贸易中最多的美元 可是美国什么都不让中国买 技术不给卖 光刻机不给卖 科技公司的股份不给卖 能让中国买的 只有大豆和小麦 也就是说中国想买的都买不到 美国想卖的中国看不上 于是中国手里一堆美元花不出去 但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中国在2022年到现在 抛售了快2000多亿的美元 贸易顺差达到了4000亿美元 理论上说 中国手中应该多了60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 但是这个数字却没有变多 甚至在缩小 到目前 中国的美元储备 还是3.1万亿美元 那么多出来的美元去哪里了 一方面 中国在不断地买进黄金 增加黄金储备 在三月底已经突破了6650万盎司 另一方面 美联储在2022年加息 让全球美元流入美国 这相当于高西兰储 导致世界多个国家造成了美元荒 欠的美元债无法偿还 如果是在原来 华尔街的各种金融机构就会出面了 不仅低价收购优质资产 而且捆绑各种政治条件 让这些国家不得不成为美国经济的附庸 但这一次 中国出手 将手中的美元借给了中小国家 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同时希望这些国家还人民币 这就是从去年开始 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人民币结算的重要原因 中国这招又准又狠 导致美联储2022年开始的加息 完全没有发挥作用 反而对人民币国际化起到了加速作用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重要的是 美国政府手中的美元就要耗尽了 今天已经是5月12号了 美国两党之间的斗争还在加剧 特朗普刚刚因为27年前 一桩莫名其妙的性侵大骂案 被判有罪 两边现在鼓足了劲 要斗得你死我活 所以 关于是否增加美债上限 增加多少 现在还没有达成一致 美国政府是没有发行美元的权利的 它只能发行国债就是美债 然后到市场上卖出去 才能换回来美元 但是发行国债 两党就必须要达成一致 现在 拜登政府的手中只有不到3000亿美元 在6月1号前就要全部花完 然后到了破产的边缘 连国债利息都支付不去了 于是荒谬的一幕出现了 中国政府手中的美元 多达3.1万亿 还握有8600亿的美国债券 全球各国都想找中国借美元 美国政府手中的美元只有不到3000亿 不到中国政府的1% 还有31万亿的国债要还 到了破产的边缘 别说收买狗腿子 马上连军费都付不起了 其实我是想给美国一个建议 别找中国买美债了 找中国借100亿人民币给美军发工资吧 中国肯定借 拜登政府慌了 白宫发言人说 如果美债违约 那就是送给中俄的礼物 对此 共和党要承担全部责任 对此 麦卡锡不屑一顾的说 你们可算了吧 美国走到今天 全部是拜登自己作死 如果美债违约 民主党要承担全部责任 现在 无论是拜登还是麦卡锡 都认准了攘外避嫌安内 都憋着竟要干死对方 都不在乎美国的死活 可是他们这样作死 美国真正的幕后老板就急了 真坐不住了 本质上来说 美国的总统 就是打工的 是任期四到八年 没有什么权限的CEO 而这个国家 本身就是为资本服务的 在资本面前 美国总统毫无反抗之力 肯尼迪被刺杀后 连个说法都没有 最后不了了之 那么 谁才是美国的幕后老板 发行美元的权利 掌握在美联储手中 美国总统完全没有办法 与美联储抗衡 因为美联储就是由 美国12个储备银行 构成的私人银行 这一点 在美国的经典教材 曼昆的宏观经济学中 直接开宗名义地说了 美联储是一家私人央行 而一直以来 美联储背后的股东 都是保密的 外界无人得志 但在上世纪50年代 美国学者帕特曼担任 众议院银行和货币委员会主席后 发现自己什么都做不了 所有的货币政策自己都无法制定 权利都在美联储手中 但背后的老板是谁 他也不知道 事实上 货币本质上是一种负债 发行货币就需要有足够的商品可以购买 而帕特曼在1946年说到 美联储每决定发行一美元 即相当于产生一美元负债 但是美联储既没有储备也没有抵押 帕特曼在与美国著名政治作家尤斯塔斯 经过长期的研究 写下了名著美联储的秘密 以详实的数据 披露出了美联储背后 错综复杂的关系 是迄今为止最为权威的美联储真相揭秘 在书中披露到 摩根大通 花旗银行 摩根信托 汉诺威制造和汉华银行 五家巨头通过美联储纽约银行超过53%的股权 最终实际控制了美联储 而在这其中 摩根大通只有美联储纽约银行 约23%的股份排名第一 同时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美国大财团之间相互渗透与持股 其中花旗银行与摩根财团的董事会高度重合 而两家加起来超过了美联储38%的股权 而我在上周的文章 《银行危机》背后 这才是美国的真正图谋中写了 美国中小银行倒闭 大财团吃饱 其中最显著的案例 就是摩根财团以白菜价收购了 低贡和银行赚得盆满钵满 摩根大通是全球最盈利的银行 在全球有26万员工拥有超过2.5万亿美元的资产 摩根财团的发展可以说与美国紧密地绑定在一起 与美国国运休期相关 在18世纪时 就是纽约中央铁路的大股东 获得了美国最早期基建时代的红利 掌控了美国超过20%的铁路运输 而他掌握的这些铁路全部都是美国的核心枢纽 在19世纪末期 美国全面工业化时代 摩根财团开始组建了联邦钢铁公司 并在1901年收购了卡奈基的钢铁帝国的大量股份 从石油大王洛克菲勒那买了几座铁矿 将旗下的33家公司组建成一个超级钢铁帝国 而这个时间点 就是美国跨越到全球工业霸主的时代 钢铁的需求超过了全球 而摩根财团提供了整个美国70%的钢铁 在当时摩根财团就成为了全球历史上第一家超过10亿美元的公司 近乎达到15亿美元 而当时全美制造业加起来 资本金也不过90亿美元 接着是电气时代出现 这个机会又被抓住了 因为站在爱迪生背后的投资人 就是摩根财团 接着一次世界大战爆发 摩根财团依托其强大的资金优势和深厚的人脉关系 垄断了美国与西欧洲的金融业务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美国成为全球超级经济体 向欧洲各国贷款超过70亿美元 总之 从19世纪开始 美国的每一次发展 摩根财团几乎都踩到了点上 这一切并不是故事 事实上 市场上有着大量摩根财团的编年史 详实的资料和数据都有证实 无论是在谷歌还是在百度百科都可以查到 华尔街的说法是 摩根财团是美国金融界的拿破仑 两度使美国经济起死回生 美国总统为其打工 那么我们说回来 如果美债崩了 谁的损失最大 一定不是拜登 他就是个打工的 充其量就是美国的CEO 而且有超过80%的部门他管不了 无论是两院还是各州各市 他都管不了 损失最大的 当然是美国背后的董事会真正的老板 而这一次 民主党和共和党 似乎是真的斗争上头了 毕竟 特朗普作为前任美国总统 在完全没有任何证据的前提下 居然能做实性侵52岁大妈的罪行 简直是离了个大谱 所以 完全不可能排除 两党最后都嫌桌子 相互都不低头 宁愿看着美债违约也不增加上限 从上周开始 摩根大通 CEO戴蒙 一再表示 随着美国主权债务越来越逼近违约 市场将一步步陷入恐慌 他还警告称 假如美国主权债真的陷入违约 对美国来说将是潜在的灾难 而在这番言论后 美国财长耶伦 下周将在华盛顿会见摩根大通 CEO戴蒙和花旗集团CEO弗雷泽 当然 我们并不是说 戴蒙就是美国的老板 他就是摩根的CEO 和拜登一样也是个打工的 特朗普曾经多次在演讲中强调 在美国存在着根深蒂固的深层政府 即Deep State 是真正左右美国命运的人 而这个深层政府 就是美国军工复合体 和美国大财团的合集 摩根大通 即是美国财团的代表 而戴蒙就是摩根财团的传话筒 接着 路透社报道 戴蒙将在五月份访问中国 因为摩根大通将于本月底 在上海举办为期三天的 摩根科技交流会议 中国新经济论坛和全球中国峰会 其中摩根组织的全球中国峰会 将有近1500人参加 主要是外国的重要投资者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财团 美国深层政府的代表 摩根财团来中国要做什么呢 那我就真的不知道了 我要知道就没时间去写公众号了 但肯定不是来推销美债来的 因为傻子都知道中国不可能去买美债 但我推测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可能性 这件美国政府疯狂作死 加速了美国的衰退 对此 美国政商界已经多次发出警告 马斯克屡次强调美国已经失去了全球影响力 但两党斗争正酣 都要置对方于死地 完全不在乎美国的未来 拜登政府说了不算 算了不说 中国对他失去了所有的信心 干脆不搭理了 那么 摩根财团有可能是来斡旋的 既然打工人的话不算数 那就老板出面吧 第二种可能性 对于戴蒙的访华 路透社认为 这几年来 华尔街和欧洲的金融公司 加大了在中国的扩张力度 寻求通过新的合资伙伴关系 等来提高他们的影响力 的确 2022年美国加息 全球都不敢不加息 否则 钱都跑到美国银行吃利息去了 但中国相对而行 美国加息 中国降息 即便如此 国际资本不仅没有逃离中国 反而从2022年开始蜂拥进入了中国 那么第二种可能性就是 美国政府疯狂作死 后面的资本已经逐渐对他们失去了信心 开始寻求新的利益增长点了 并在为美国衰退后的市场进行重新布局 具体是哪一种可能性或者有第三种可能性 我也不知道 但我特别要强调的一点是 美国对中国的技术封锁事实上是长期存在的 只是芯片更加令人关注而已 就比如航天航空领域更是对中国进行全面围堵 但我们同样自力更生 C919展翅高飞 北斗闪耀太空 还拥有了唯一一个独立国家的太空站 住 其他国家的太空站都是合作搞的 而被公职们唯一所吹捧的美国可回收火箭 也在5月8号被我们攻克了 理论上说美国越封锁一项技术 中国突破的越快 毕竟我们是用算盘打出原子弹的国家 本来中国一再强调 太平洋足够宽 可以容下中美两国 只要做好合作分工 美国何至于落到这一步 但美国偏不听 最终就是中国的顺差越来越大 美元越来越多 很快的中美关系就会改写 就如同美国刚建国时一样 当时如日中天的英国对美国进行了全面封锁 受英国的影响或胁迫 大多数欧洲国家都不敢跟美国进行贸易 而此时 美国还仅仅只有北美大陆的一小块地方 西班牙直接不让美国船只通行密西西比河口 让美国寸步难行 除了法国因为与英国处于敌对关系 美国基本上没人搭理 没有资源 没有资本 没有商业 没有朋友 创业阶段的美国困难重重 四面楚歌 经济难以发展 在最紧张的关头 美国想到了万里之外大洋彼岸的中国 1784年2月22日 43名船员带着满载 美国人希望的一艘帆船驶向中国 为了博得中国人的好感 帆船名为中国皇后号 以当时的航海技术用了整整六个月 几乎绕了地球一整圈 中国皇后号沿珠江进入黄浦港 名炮13响代表美国的13个州的敬意正式进入中国的视线 中国将面上第一次升起了星条旗 中国人怎么都分不出美国人和英国人的差别 根据旗帜将美国称为花旗国 中国海关官员根本不知道有美国这个国家 最后一个多星期无法通关 最后以英国的名义做的登记 在完成登记手续后 中国海关送来了牛 酒和面粉作为礼节 美国人受宠若惊 感激不已 就和感恩节铭记印第安人对他们的帮助一样 四个月后 美国船员在中国过完圣诞节 中国皇后号带着茶叶 瓷器和大量丝绸 向牙扇和工艺品启程返航 由于被英国长期贸易封锁 美国的物资极度匮乏 中国皇后号返程后 所有的中国货物很快被抢购一空 连华盛顿总统都买了数百件瓷器 中国皇后号带来的中国产品 为美国商人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策划与支持中国皇后号的美国官员莫里斯 因此而被美国政府任命为第一任财政部长 直接负责中美贸易为了大肆宣扬对华贸易 虽然遥远但却有丰厚利润 美国国会向全国发布了对首航贸易的通报表扬信 中美贸易是美国开启国际贸易 并开始逐渐崛起的一个重要信号 中国产品的畅销让美国人惊喜不已 但是马上美国人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 他们喜欢中国的丝绸 茶叶 瓷器 但是美国人能给中国什么 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 中国工匠技术领先全球 瓷器等中国商品是欧洲人几乎唯一认定的奢侈品 尤其是在中世纪前后 经过重阳到达欧洲的中国瓷器 其价值几乎等同于黄金 只有欧洲的皇室和贵族才配享用中国的瓷器与丝绸 欧洲的商人不远万里来中国购买瓷器 一整条船的瓷器大约等于一个强国的年收入 这些瓷器 茶叶 丝绸进入欧洲各国 最好的留给皇室 剩下的由贵族高价竞派 可是美国有啥特产呢 在国际贸易中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经典理论 别管自己是有相对优势还是绝对优势 自己总要有东西出口能和别人进行交换 最早中美贸易中 美国到中国的商船带来的是人参 毛皮 雨沙 签 棉花 胡椒 这些东西好不好卖 受不受欢迎 结果可想而知 于是 美国到中国的商船 一旦返回美国 中国商品当天就销售一空 但美国商品到了中国 半年都卖不掉 从一开始 中美贸易就处于严重的逆差之中 以至于后来无以为继 美国根本没有那么多白银 找中国购买这些产品 最终 美国实在没有钱去找中国买商品了 铤而走险 从土耳其进口鸦片到中国销售 美国人在土耳其2.5美元买一磅鸦片 到了中国能够卖到4倍10以上 不仅销售速度快 收益要比其他的产品高得多 越来越多的美国商人追随而至 通过鸦片攫取暴力 最后满载着茶叶 瓷器和丝绸从中国返回美国 1805至1834年期间 美国向中国输入的鸦片能统计到的 超过16305大箱 而在1817至1818年两个年度来看 美国输入中国的鸦片 占到了对华输送鸦片总数的42% 可以说 正是因为这些利润 成为了美国完成工业化的第一桶金 看完这段历史 我们再看今天 在3到5年之后 中国攻克芯片技术 以中国制造为毛的人民币 成为完整体 到时候 美国还能卖给中国什么 还想给中国卖鸦片吗 可惜 今天的中国是一片净土 而全球的最大毒品消费市场 是在美国 仅仅3.2亿的人口 几乎消耗了全球一半以上的毒品 和鸦片类药物 这一次的暗撒人 鸦片只能留给他们自己了 我们下期见 Bl0.0 B0.0